我是新人蘇穎 來到公司很快就學到一件事 被教金秀總辦公室通常都沒有好事 你知道什麼叫你來嗎 是不是167 這份報告明明就是分組報告 為什麼都是你一個人寫的 你當我白癡看不出來嗎 覺得自己很厲害嗎 全公司看你一個人就好啦 看我幹嘛 講話啊 對不起修總 我下次會再說你一下我會不會 閉嘴 最好你們是種找藉口的人 像是我自以為是人在我宇宙就像聖者一樣 乳臭未肝還想學我戴一樣套 面對只是但學想發現的人 最好還是先找女友 離開現場讓她平靜下來 修總不好意思 我肚子都會先去上個廁所 放屁 什麼樣的公司連上次都什麼不行 你要我說又不讓我講 你是怎麼樣 閉嘴 現在是我的說話實際你聽我講 讓我來跟你好好解釋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寫 因為其他人都在偷懶啊 就我最認真所以是我的錯了 好 我告訴你 下一段時間我付出一次 對不起 對不起 大聲一點 對不起 我錯怪你了 我錯怪你了 從明天開始我會給你加信 啊 說 從明天開始我會給你加信 謝謝修總囉 對了修總 明天請你把牙套給拿掉 你問我道理比較好看 哼 我是新人蘇贏 前輩們總說不會一定要問 沒想到問了 反而讓自己陷入究竟 前輩 只剩台幅的資料你要不要看 那前輩很強 你會覺得他要不要 我進公司都多久了 什麼啊會過 一清二楚好不好 不用改 我不用改 快點 幫我看誰先 不行這是我們這次的企劃 這文案爛透了耶 這文案是誰講的 Boss我昨天就跟蘇贏說 你要這個文案的 他就覺得很棒 不用改啊 我有什麼辦法啊 我不管你們這個案子 今天是誰講的 今天下班點從教一笨到桌上 前輩 你那個文案昨天說 可以說我成真心 我哪有這樣講 你在做夢是不是 不是啊 你要把蹲蹲給別人好不好 前輩勸你 有點責任感啦 那這邊幹嘛 還不敢去重做 站住 你知道為什麼 我要叫你前輩嗎 因為你比我早進公司啊 因為你的經歷比我多啊 所以我寫文案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心問過你 我昨天又問過你 快會請我還問過你 你說什麼 你說一定會過的是不是 過來 坐下 坐下 你說對不起 我錯了 說 對不起對不起我錯了 我從今以後 我會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 我從今以後會 做一個負責任的人 你說我從今以後 再也不會 推卸成那個菜鳥的 很好 我最喜歡這種前輩了 現在開始了 重新寫文案版 我剛才被說什麼 算是 昨天才被罵菜 我的皮帶是Cookie的 我的西裝是Harmony的 你有嗎 你有嗎 叫我女王二號 我不 斷則貼 你 不要